那時候在台南的永康下棋的一陣暴雨 結果中正北路積水了 其實很多的民眾當時正準備要趕著上班上課 大家站在騎樓邊看來相當無奈 因為整條馬路通通都是積水 而這個積水大約有15公分左右 不過機車騎士要通過的時候確實比較困難 當地居民表示這邊這裡疑似是因為排水問題 只要下大雨持續的下就有可能會積淹水 只要一積水影響最深的就是機車騎士 因為在這邊會前進困難 而且旁邊的水還會漸到身上 根據中央氣象局表示 受到西南風的影響容易會有短延遲強降雨 雲吟以南的地區會有局部大雨發生 所以提醒民眾外出的時候還是要多加注意